近日在英美留學的香港學生 在即使我們沒有公佈任何檢疫措施之前 由於當地疫情的情況 以及我們掌握當地一些學校採取的決定和措施 都已經提前回香港 都不是等到學期的完結或者放假 是提前回香港 對於這一大批的來自英國、美國的香港留學生 我們是非常關心的 所以已經早前跟國泰航空公司建議 亦呼籲他們應該加開這個航班 我自己在上個星期五親自見到國泰航空的高層 所以我們現在掌握在這個星期內 國泰航空公司由英國、倫敦回來 包括在曼徹斯特一共的班機 會由12班增加到21班 同樣地在美國國市回來的班機 亦都是由23班增加到25班 而且會選用一些大型的飛機 可以接載更加多的香港居民 特別是這些我們香港的留學生來回香港的 他們告訴我們 只要按照香港居民的需要 以及他們能夠組織到機組的人員 他們都是很樂意加開這些航班 盡快去接載香港的居民 是回來香港的 對於在外地 現在準備回來香港的香港居民 我們有以下幾點的提示 第一必須要注重個人的衛生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在當地區 究竟現在的疫情 以及所謂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的成效是怎樣 第二就是他們的相機在航機上應該都是配戴口罩 減少可以交測感染的風險 為此特區政府已經安排了六萬七千個口罩 是免費請國泰航公司 是為在英、美國地登機的香港居民 其實我們都不分的了 乘客是提供這個口罩 但當然是主要考慮到香港的留學生 在英、美國的地方 現在買口罩也是有困難的 如果有需要 稍後我們會將更加多的口罩交給航空公司 分發給香港居民 他們回來香港的時候 可以在航班上已經可以用了 第三個提示 請他們填好健康的申報表 因為現在有電子的健康申報表 所以他們在未抵抗之前 已經可以做好這個手續 就可以減少在香港國際機場的 輪候的時間了 第四 即使有些地方 到今天為止 我們是未落實這個強制檢疫 或者醫學監察的安排 亦都是強烈呼籲 在這些國家地區回來的學生 或者其他的香港居民 是應該留在家中14天 而且要配戴口罩 這個是保障他自己 以及他的家人 當然如果有任何的病徵 有不舒服 也都要盡快求診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